字幕提供 3個小時 今天我們這一節的時間就蚊蚊水 因為稍後周顯大師就有下場 我們由他的下場開始講起 這是火雲戰衣 這是周顯大師的蚊蚊生涯回顧 其實不是的 我們由蚊蚊或賭錢開始講 我從幾初開始知道有些名人牌局 由城市周刊的武漢公子專欄講起 當時他來不來就提及有誰會搞些名人牌局 通常牌局一定是蚊蚊 以前不是的打啤酒 打啤酒的 打啤酒的 但啤酒的太傷感情 因為你要偷雞 你因為要搭配就很容易 很容易輸身 很容易輸身 坐地是有限的 慢慢我越聽越多就轉做坐地 很奇怪香港人主要是坐地 但我外國的朋友就算他們是名人牌局 都還是打Sohan或者Texas為主 我告訴你我小時候的經驗 因為我小時候的爸爸是很難討 都是跟有錢人玩 他那個年代他喜歡玩15壺 多數是釣魚或者斜釘 他不懂得玩15壺 15壺很難的 斜釘很容易玩 我看鞏鋼我都會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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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玩 知道怎樣玩 玩得好東西是另一回事 沒有東西做人都用斜釘 你喝到還可以 小時候有一群人就是玩斜釘 另外有一群人就打牌 但有些人就很不喜歡打牌 我爸爸就是那些人為什麼不喜歡打牌 他後來斜釘斜到差不多 又釣魚 然後就轉玩坐地 一直到今天都仲為坐地 我覺得鞏鋼有一件事是比較修正的 他走出來整個局 整個東西比較企業的邪爹 放了報紙在那裡 打牌的節奏慢一點 所以女人喜歡打牌一點 我老媽子就會打牌 打牌節奏慢一點 後來現在的人鬥地主 鬥地主的好處是節奏快一點 如果純蟲賭博來說 所以現在Texazonan是流行一點 因為其實SHOHAN這個遊戲 只要他數學好 他懂得玩還是不懂 他就贏定了 雖然雖然搏不到牌 雖然搏不到牌 雖然搏不到牌 但是Texas Hold'em Texas Hold'em 和鬥地主這兩個賭局之中 他的不確定性比較大 所以賭博性分量比較重 於是玩得差的人 可以玩得好的人 你贏的程度 不會贏的程度 還可以偷下雞 你可以無端的一局 殺了他 殺了他什麼 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有玩過 都是幾個人玩的東西 再有些另類一點 我再加上再說說 就是很流行過年玩的 打天狗 魚鞋 魚鞋 蛇龍門 這就是可以一班人去玩 三公 打天狗 不行 排九才行 三公 四公除一 這些就是 不用怎樣學都會玩 尤其是三公 我以前說地盤好玩三公 都是可以一大班人 很快地輪著造裝 大家高高興興 玩的 我今天想說的 就不是這些很快可以殺的東西 就是 是可以長遠 一種聚會 或者是有身份 有身家 長遠去玩 我認為有一班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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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有好處就是 不停開 有人會加入 然後離開 所以有一點 但是 Texasodium的不好處就是 很悶 如果你想玩得好 你不停掩牌 玩得很悶 你會很悶 鎖地會比較 那個悶層會比較少 所以我也是喜歡鎖地 鎖地 另外一個有問題 我跟鎖地有關 我想請教一下大師 我小時候看我爸爸鎖地 我經常知道他有一群鎖地 通常有些是弱一點的 弱一點的可能是有錢一點 但是他經常都輸 就是看到他拉到牆來講 那些就是輸的了 有時厲害的那些都會讓他 不是怕他輸到不開心 不是說只是輸錢的 即是他不開心 就是他經常都輸到我輸 至少被人解僱 那 你 那些朋友的裡面 會不會都是有些是厲害一點 就是這個 這個技術 對那個勝負相差多遠 如果是有些長期 可能天分不夠 或者怎樣 就是會禁止了 對 他會玩不玩 尤其是說聯儀的問題 那如果 你如果只要不玩得太差 你十場 你有三四場 你覺得很舒服 是 於是我們就不會這麼覺得 那 還有就是這樣 澳門賭場 一定輸的人去 是不是 是 賭錢的東西 如果大家 一定輸 只要他覺得那件事 他舒服 就無所謂 有一點不同 我覺得 你補償一下 輸給一個妝 那是一回事 輸給一個朋友 尤其是 有時候 有時候 我是要硬你 我就對著你來打 你打 你出我就打 他出我就不打 有些感客人爭 所以有些人覺得 喂 我又想問 他就給一個 我又打 你又打下去 Dee的排品問題 會不會出現爭執呢 這個排品當然很多是排品差 但是這個實際上 Dee最重要的不是排品 是你輸了會不會付錢 這才是最重要 就是找數是最重要 Dee來講 就是賭錢來講 排品固然是好 這個實際上 暫時在這一刻 我從來未見到有一個人 排品好 輸了會付錢 又打得差 又打得快 通常如果這樣 都打得很慢 看了很久 公司會打得差 就是又打得差 又打得快 又好排品 又打得差 那你很難遇到一個這樣的人 又經常都行 或者有些人經常都不行 你說不找數 我有個小問題問你 我小時候看大人座電 有時候是這樣的 譬如我欠了他錢 但是我輸了給你 他欠了錢 你還說你不找我找數 我沒有 你問他 他在數據那裏 你有沒有對 現在還流不流行 這件事還是覺得很嚇人 你聽我說 這件事不是流不流行 第一 這件事肯定很嚇人 第二 一個問題就是 那當然沒有辦法 就是你很難的 但是第三 就是這件事 永遠都會有發生的 就是經常都會發生 如果你作為一個經常贏錢的人 你一定要面對 你一定要不停地面對 一個收數的問題 就是你不停地去面對 其實香港現在最大是Texas Sodam Texas Sodam 我認識一個人 是Texas Sodam 贏了幾十億 他是專業的 贏了比賽 贏了幾十億 就是Texas Sodam 但是市場最大 而且有莊家 有抽水 已經做到專業 但是現在Texas Sodam 也很難贏錢 我這樣說 因為其實 這個賽事上很多 叫做菜料 Rookie 這些很差的人 當年的時候 有一堆人是經常贏的 那時候他們規定 現在我們Texas Sodam 就把所有牌子 都放在桌面 記性好的人 先放在桌面 就把所有牌子都排出來 Texas Sodam 就現在 就由二、三、四、五、六 就由七開始打起 那時候你牌子 就撞中了 你不憑技術 之後七開始打起 你就變成技術優勢 不停地去想一些事情 令你技術優勢 那技術優勢 你去到55%的時候 那你五十五、六十的時候 那你的技術優勢 拉低的時候 大家可以接受輸的水平 就是他十場 那個人十場 只要是輸六場 他可以接受的 你就一直去降低 不停大家去修復的規則 令到你的技術優勢 但是我想問 我還會試過一點的問題 通常現在香港那些名人牌 他有分哪幾級 通常最少要多少錢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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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現在打開 打開就是以前 幾十年前 有錢都很定落 那就是大概 不要說打多少錢 可能是十隻底 一隻不出了三 就四炒 一隻到十二隻 炒三 八隻炒三 八隻炒三 因為八隻 他計算得很好 因為八隻就出了五隻 你出了五隻 你也有機會被炒 所以 頭髮出頭七 但是有些人是頭七 但問題就是 當然很多人會變 但是那些有錢人都會這樣打 但譬如我打 我打 多數我會用一樣東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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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打幾大 我首先就是要 夠找一條波鐘 就是 OK 就是 譬如說 我贏五千元 不是 你十三萬五千元 那你怎樣都要有幾萬元上落 你才十三萬元 你才找一條五千元波鐘 對不對 就是 我贏五千元就打五千波鐘 這樣就不行 就是 那條 贏輸數 通常會是 即是 你們不會像打牌一樣 抽水 你不會 你不會 波鐘大過贏那條數 是吧 就是 我覺得 所以我們打幾萬元上落 因為通常吃幾千元 吃幾千元便打幾萬元 譬如說 你吃 如果有千多元埋單 我覺得 怎要有五六千元上落 這樣才 平衡 對 我就 最重要是 平衡波鐘 如果不是 結果 就是 不如大家 把假的夾分去 什麼好 那就比較不太好 另外一個問題 想問 為什麼我又問過 有沒有水乳好 或者是 經常都 一班人去坐 做這件事 就是說 其實這個聯誼的方法 因為我 在我一代 我和那些朋友 已經比較少做這件事 我在第一代的那些更加少 但是我爸爸那一代 就很流行 不知道我爸爸難賭 還是怎樣 我沒有難賭 但是他們的朋友 就是 對他們交朋友 做生意的朋友 來講 是那種 bonding 是挺特別的 我覺得 不賭錢沒有朋友 不是做生意 就算你是一個女人 或是太太不打麻將 你就沒有朋友 現在的人 就去 你不唱K 沒有朋友 但是 但是 是不同的 你賭錢的時候 就是你有贏有輸 你怎樣去面對自己的輸錢 就是那個人 你看那個人的牌品好不好 就是出鼓劃 賴賬 就是和你唱K 是不同的 所以以前的人 這個是好一點 如果大家在賭桌上 你可以真的可以觀察到那個人 是不是 你唱K 你就很難的 但是 我想以前 很可能就是 你唱K的話 都要有很多男女 舞女唱什麼K 對嗎 但是以前的人 約女出街會比較難 所以 沒有什麼機會約一堆女去街 我建議我老爸 那些朋友 出去坐屁 玩到錢 有些都帶個V-on 在旁邊 空三嶺 不是啊 我要爆一下 話說 周遜某個家人 就跟我說 他們流行 誰贏錢 就不知道 要給那些家人 抽水 還是什麼 什麼抽水 我不知道 總之 有一天晚上 我睡醒了 我旁邊的枕頭旁邊 有十幾萬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說 我坐牠們回來 我聽過這些故事 通常有沒有什麼抽水 規矩 沒有 贏錢抽水 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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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一顆籌馬 一晚就打多少 那些 那些 那倒資後當然會贏 而且他們會經常打家眷出席 大家眷出席 是 是啊 這樣說 大家眷出席 有時會發生 但是 在商界 大家眷比較少 商界應該大女會比較多 大女會比較多 我這樣說 唯有 我寧願 拆開座底 不說 不說座底 他證實 或者他最好的人 最好的 那個 原配 原配 女朋友 最重要是 他不應該 帶出來見朋友 尤其是古惑仔 從來都不會 因為古惑仔怕被人拔到原配就不 Vit 不是 然後 他和那些人是沒有交換的 因為 他主要是一個有錢老 他主要的職責就是照顧小女 是不是 搞好家庭 假設有錢人很破產,他就回去投靠原配,賣樓,賣樓 而那些原配多數是跟他的公司的正確做法 很多人都不會這樣做,是跟你的公司是不會有交易的 你的錢收起來,佔了老闆,最後一桌本錢 然後你出去行股閥,做什麼事,做什麼事 然後你也有一個信任的人,你就跟你的女兒去搞 你還要坐牢就坐女兒,有個朋友就是這樣,大家一整天就知道 那你自己想是誰,是個個都知道的,女兒坐牢自己就走到台灣 因為很多時候你有很多交易,如果交易交易的人 譬如做股票,很多時候會問你,你跟這個人無關 固然你一觸觸到你都很難搞,但至少當面的時候 你不用申報她是你的女兒,你舉一刻 即是坐牢就通常見到那個女兒就是這樣的身份 多數你會見到一些有身份的女兒,那些叫做Business Partner 我認識很多人,我介紹出來,這個是我的Business Partner 就是這樣 最後想問,有沒有什麼名人可以爆給我們聽 例如跟名人相關的座底故事,有什麼名人是出名座底的 每個名人,很多名人都是座底的 可以不可以不說 有沒有一些已經退隱,或者已經說回來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最出名的座底是鄭家純 但現在她應該是Texas Sodom 她逢星期一、三、五有賭局 她其實她都是好心的,她未必一定打她 她有些腳,有些等腳 我說完她,她叫人來打,其實都是聚集一單朋友 讓朋友自己都可以,如果你有機會 即是當作一種社交圈 她都是聯誼她,所以你做大哥 大家,因為有些很多人來到香港 現在都是大陸人,他們來香港 很多人,他們來到香港 可能大家不是認識那麼多人 即是都是那個級數的人 大家都想在那個級數的人 希望可以能夠有一個定期的聯誼 她組織那個聯誼,她有一個江湖地位 是一個好心,也是一個顯示江湖地位的方法 不好意思,剛才我未講完 我想多問你一條問題 那些真是外面不怕說 你都說到自己的材料很厲害 那有沒有那些真是有錢人比你厲害 你有沒有遇到,即是他因為技術很好 不是說,除了私本身有錢之外 有,即是可能一萬打錯五六鋪 他一萬打錯一鋪 那些,那些 太難怪了嗎? 不是,免得了 就是那個人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地局 都是一種私人的聚會 即是裡面很多事情都不可以說出來 其實我見到所有的有錢人都很低調 他們就是在朋友面前高調 在公眾很低調 其實最重要就是要給朋友看 他們所有買的遊艇、造船 就要告訴朋友看 在朋友面前高調 通常在公眾來說都很低調 但是因為鄭先生 他已經是工作人物 還有他的牌局 應該大家都知道 他報道過很多次 但全香港的有錢人 至少不是當年 不是他的朋友 都是他父親的朋友 都是他祖國朋友 都為了他們那些人 貢獻了很多 即是真的是大哥 好 有關這個錯點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 有錢人怎樣可以 藉著這些聯誼 談生意 或者這些聯誼 究竟生意 我真的談到生意 下次再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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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